SGO日服在最新的虚数大海战活动中 对外神的设定进行了补充 并说明了降临者这种直接的存在方式 以及一些外神附身从者的目的等等 而且 被好几位外神同时眷顾的人气画家范古也在这次活动中登场了 近期对克苏鲁系从者的讨论中 Reddit用户Shine a Million表示原来之后时装的这些降临者们 其实和泳装北斋身上的装饰有很大的联系 其中最突出的伏笔 应该就是范古新月夜的图案曾出现在建北斋的衣物上 当时就已经有范古可能会时装的推论 只不过没有足够的剧情文本支撑 大家也没有把它看得很重 或许只是觉得 可能范古比较崇拜北斋的画风 才会有这样的联动吧 在范古正式时装后再回过头来寻找 你会发现北斋身上并不只有一个暗示 除了原本北斋和阿比的代表图案之外 樱花代表同期时装的奈亚拉托提普 BB暗紫色蓝纹的布料表示的是杨贵妃旗袍上的盘扣 暗紫色猫咪图案表示的是泳装阿比的猫猫 后面这两个布料所代表的从者 都是在泳装北斋实装之后才正式登场的 也表示在这个时候 黑心红白老师就已经知道后面会时装哪些特定克苏鲁系从者了 毕竟目前大部分从者都是出自他笔下 除了这几个已知的伏笔回收之外 他身上拼凑的布料还有一些图案为找到对应人物 棋盘格的布料其实在日式和服上比较常见 比如最近很红的鬼灭里 主角身上穿的就是式森纹的衣服 另外此事部灵机第二阶段的衣服也有棋盘格 不过并不是酒红色的 这个棋盘格被认为可能是欧齐里的所代表的欧齐里的空间 不过欧齐里的所属的外神应该是哈斯塔 印象色应该是黄色的才对 所以呢 也许会是其他外神也说不定 虽然不能找珠和格子相关的外神 但是应该可以从空间这类概念出发 另一个就是彩色的花瓣图案 虽有人认为是杨贵妃寻摆的梅花 不过杨贵妃的梅花都是单色 而且也都是单片花叶 形状不太相似 和花相关的外神除了巫宿母之外 还有未掉依洛的植物神 或许会是这个 我们就会认识 这就是杨贵妃寻摆的梅花 这是杨贵妃的梅花